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安擅自更改总部作战命令 导致日军101师团有了恢复元气的时间 更可怕的是 日军恢复元气后 孤军深入的79师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块肥肉 眼前对中国军队最有利的就是撤退 不要在意一城一地之得失 但蒋介石不同意 甚至还下令枪毙断朗如 虽然知道蒋介石的命令是错误的 但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陈安保对身边的人说 此去南昌必死 但死得其所 陈安保率部攻击日本在南昌的新龙机场 打掉数架日军战机 但有军增援不及时 被日军包围了 陈安保守下的兵越打越少 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突围出去了 于今之际不如多杀几个鬼子 杀一个赚一个 这时 三架日军飞机掠过 向我军阵敌一通猛射 陈安保躲避不及 心脏重担 壮丽殉国 年仅48岁 陈安保的遗体被日军一个小兵发现了 他不认识陈安保 但从这具遗体配有钟正简 知道必定是中国军队的将军 为了邀功 这个小兵竟割下了陈安保的头颅 港村宁次得之后 将陈安保的头颅在南昌城楼上挂了三天三夜 又把陈将军的头颅送去日本本土邀功 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 陈安保将军死的其所无上光荣 但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得到英优的尊敬 因为南昌会战打得太懒了 蒋介石不愿多提 自然也就有意义忽略了陈安保的功绩 张子忠将军训国后 蒋介石为了拉荣人心 给张将军举行国葬 而同样是民族英雄的陈安保训国后 却什么也没有 蒋介石没良心 但老百姓没有忘记陈将军 陈安保的遗体被送回浙江时 数十万百姓沿街哭泣 场面感天动地